帶著立委參選人賴湘玲 參加企業座談跑基層 柯文哲母雞帶小雞 但北流欠款1.9億 卻如影隨行 欠了1.9億 北市府講述那邊都沒有別類的預算 不願再回應 但被柯文哲掛在嘴上的北流政績 在他卸任或被報欠款1.9億 柯文哲說跟文化部來回多次協調 直到今年七月十一號 文化部才正式回函不願支付款項 要北市府自行吸收 但如今柯市府沒付的 要蔣市府幫忙背鍋 好 我現在要來解決問題 那當然以市民的權利為最優先的考量 從特別成立到卸任之前 一共有八個月的時間 有沒有趕快付一付這筆錢呢 那有沒有好好的去跟中央溝通呢 那有機會去編列預算的時候 有沒有去編列相關的預算呢 蔣灣沒說的發言人幫回籍 副市長李四川也證實 要等明年總預算通過 才有錢付給廠商 等於從現在七月到明年一月 每個月八十萬利息 利滾利勢必再增加四百多萬 台北市政府現在每個月 還要給付八十萬的利息喔 台北市議會也要在馬上開議之後 將這個案子送交監察院 要求監察院對失職的柯文哲 提出相關的糾正或彈劾 柯文哲要問頂總統大位 但任內開幕的北流被報欠錢不還 文化部說無法排除北市府責任 如今只能由蔣市府替柯文哲 引以為傲的政績買單 在內新聞 黃成博 樂美軍特報道 經驗